第1315集 楚莹亲自接待 不过让叶辰意外的是 楚莹对自己的态度和那日一样 魔地之事似乎从未发生过 鸡玄也是听到了周淳的事情 皱眉道 叶雄 这个云龙剑周淳不简单 你可要小心哪 哦 叶辰来了一丝兴趣 看向鸡玄道 鸡兄了解此人 鸡玄和行子堂对视一眼 同时露出苦笑道 叶雄 此人来自于一个叫做 太乙剑宗的顶级势力 太乙剑宗是一个古老剑派 其实力和底蕴不一般 我们这些顶级势力的年轻一辈 大都互相认识的 而周淳在我们之中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 行子堂接口道 这周淳 在剑道上的天赋太恐怖了 而且为人极其的傲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普普通通 甚至温文尔雅 但是他的傲 是刻在骨髓 刻在他的剑之中的 他在13岁那年 曾经干下了一件震撼 领武大陆的大事 但是知道的人却不多 叶晨好奇道 什么事 鸡旋沉默了片刻才达到 他曾经一人一剑 前往领武大陆南狱的 一个一流势力 拜山门 挑战这势力之中的 年轻一辈天才 行子堂道 当年各个势力 15岁之下的顶级妖孽们 几乎全部都败在了周淳的剑下 也是那时候他得到了云龙剑的称号 叶晨加了一口菜送入嘴中 目光闪烁 看来这个周淳真的很不简单 鸡旋面色有些凝重的 传说这太乙剑宗的剑法 修炼到极致 甚至能够超越神级武技 成为一种无法想象的神技 恐怖至极 而周淳据说是数千年来 第一个有希望达到这种境界的剑修 神国也有人见过他 嗯 叶晨目光亮了起来 这周淳倒是真的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这么一来 与对方一战 倒是有可能让他从对方的剑法之中 得到一些领悟 也许对于他修炼斩天一剑 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叶晨的双眼之中战意涌动 他浑身的气息隐隐激荡起来 对于明天与周淳一战 越来越期待了 对于别人来说 遇到周淳这样恐怖的对手只有绝望 但是对于叶晨却是期待与兴奋 灵武大陆一处慌乱之地 一个瘦小的身影突然出现 正是几林 几林瘦小的身躯不知道从哪里 搞来了一副粉色眼镜和帽子 拄着一根木棒 似乎在模仿福尔摩斯 就连远处保护着几林的冰霜剑神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小丫头到底在搞什么呀 此时几林皱着眉头 凝视着方圆的荒芜 开口道 应该就是这里了 那一日我和洛尔姐姐传送到这附近 就是在这里遇见了那群神秘人 那群神秘人 似乎就是为了洛尔姐姐而来 想必洛尔姐姐的身世和林武大陆有关 按照我看过的华夏电视剧来看 洛尔姐姐不会是卷入什么皇位争夺吧 难道洛尔姐姐的身份不一般 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 哎呦都这个节骨眼了 我怎么还想这些有的没的 几林晃了晃小脑袋 他却不知 他其实已经猜到了大概 几林盘腿而坐 手指掐绝 今日我福尔基林 一定要查出来 是哪些混蛋带走的洛尔姐姐 雨落 她的周身萦绕着七彩光芒 光芒环绕全身 她的头顶出现了一柄剑 时光之剑 万剑地宫的追寻秘法 无数画面在几林面前闪过 一瞬恍若万年 请 突然画面停止 画面中出现了几林 叶洛尔 还有一群神秘人 叶洛尔激发血脉 在最后一刻推走几林 看到这曾经的画面 几林大眼睛泛着泪化 洛尔姐姐 几林对不起你 你不要怪我 这么久了 才来找寻真相 我现在决心先天毒体了 我变得厉害了 等确定你的下落 我立马去找叶晨 一同杀九天 他摇紧嘴唇 凝视着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 突然他的眸子凝重 他小小的手指放大了一幅画面 画面中是一个老者 老者的腰间挂着一块玉佩 玉佩上刻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令狐家族 这一刻 几林的泪水消失 周身凝聚出一道恐怖的杀意 先天毒体涌动 一道绿色毒气的气流 环绕在几林的周身 然后气流不断扩大 周身的巨石彻底化为粉末 方圆万里寸草不生 只有死意 远处的冰霜剑神脸色大变 连忙施展法术 忽住全身 然而 故人如此 他的气血 还是极其难受 甚至面前的护身屏障 隐隐要破碎 顾不得一切 连忙后撤 这小丫头还需要我保护 如此独一 恐怕封门径强者 都要陨落于此啊 只不过那小丫头 到底看见了什么呢 如此愤怒 许久 几林身上的毒气消散 一切回归沉寂 然而几林所在方圆石里 却是变成了一片黄沙 永久无法恢复 几林的眼眸充斥着坚定 喃喃道 令狐家族的地址 不难调查 不过根据画面中的气息来看 这些人实力并不算太高 领狐家族背后 估计站着更可怕的存在 我一人 终究无法抗衡 必须找叶辰啊 这叶辰 真的不靠谱 去什么神火学院啊 这垃圾学院还不让别人进 肯定是什么野际学校 叶辰去这里 只会浪费时间 嗯 我必须想个法子 世间若是有人听到几林 如此吐槽 无数天才向往的生活学院 恐怕会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与此同时 圣龙家族 一处神秘封印禁地 当圣龙家族知道原来的禁地 无法困住叶洛尔觉醒的血脉之时 只能命人将叶洛尔 转移到一处封印之地 这封印之地的力量 来自于上古 被困便代表着无尽岁月 几乎无人能救 也无人敢救 永生永世镇压 若是要破了这封印 便等于毁了圣龙家族的根基 无尽荒漠 上千根通天锁链 困着一个白皙少女 锁链有着阵阵雷弧 这雷弧的力量 竟然是天雷 少女苍白脸庞 眼眸看向周围 无比坚定 真以为这就能困住我 我血脉不断觉醒 一切尘封在我脑海深处的 记忆也齐卷而来 我父亲没有死 他还活着 只是 叶洛尔的眼眸突然暗淡 他看着这无数锁链的封印和镇压 有些束手无策 痛苦倒是其次 他的血脉有逆天的恢复能力 任何人都动不了他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连忙坐下 圣龙传音诀 可以跨越一切传音 眼下 我在灵雾大陆 唯一信任的就是叶大哥 我必须尽快将这圣龙传音诀 修炼圆满 不然叶大哥 就算知道我被圣龙家族所困 也不可能找到此地 下一秒 锁链震动 叶洛尔竟然在如此束缚之下 开始感悟记忆中的法觉 只不过此举逆天而行 他所承受的痛苦也是万般 他的额头遍布寒珠 然而眼眸的坚定无所畏惧 夜幕降临 轮回墓地之中 夜晨看了一眼头顶的红蓝光球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隐约感觉到里面出现了虚影 应该是小黄 这上骨的肋骨还真难练化 夜晨喃喃道 就在这时 夜晨的身边出现了一道身影 身影一身黑白长袍 道运十足 身后背着一个巨大剑侠 周身的气息极其幽远 风青阳 夜晨连忙拱手道 风前辈 夜晨倒是发现 风青阳在诸多大能中算年轻 甚至有些不羁 如此大能 想必真身也是惊艳 领悟大陆的顶级天才吧 风青阳看了一眼小黄道 这家伙若是恢复到上古巅峰状态 我也不一定撼动得了 那肋骨如果有你练化 估计至少一千年 夜晨一正 玄机苦笑道 那我要等多久 风青阳摇摇头 我也不知 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 它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对了 明天小心点 那个叫周淳的家伙 不简单呢 夜晨眸子一宁 万万没想到 风青阳居然特意提醒 难道那周淳 真的很强 一夜无话 今日神火学院 晴 多云 神火学院拥有一处露天的演舞场 演舞场占地极广 大概有一百个篮球场那么大 而在演舞场的周围 则分布着一个个座位 这些座位很多 但是观众却不多 毕竟全校师生 算上各种杂役员工之类的 也不过几百人而已 而这些人 今天几乎全部到场了 周淳此时已经入场 他倒背着双手 遥望着天边的云朵 整个人气势沉稳 仿佛从不知多少年前 就扎根于此的古树一般 不远处 一阵脚步声响起 一道人影步入了演舞场内 来到了周淳的身前 而也就在此人入场的瞬间 聊聊数百名观众 却爆发出了一阵震天的欢呼声 呼喊着叶晨的名字 其中大部分来自女性 接下来自然之后 发出了一阵震天的欢呼声